入圍本屆紅星大獎最佳男配角的 新傳媒資深藝人黃文勇 今天在本地醫院病逝 中年60歲 黃文勇自去年11月健康亮起紅燈 當時出席戲劇情千三十 節目的他暴瘦了7公斤 引起觀眾嘩然 他當時表示染上腸胃型流感 造成消化系統不良 黃文勇從在上個月的18號 通過視頻向觀眾報平安 但當時黃文勇並沒有說明病因 只透露身體正在康復中 黃文勇在1980年加入當時的廣播局 在新傳媒的演藝事業超過30年 參演了上百部電視作品 也曾在紅星大獎奪得不少獎項 包括1997年的特別成就獎 以及2011年的十大最受歡迎男藝人獎